王叔叔平时经常打嗝胃胀 以为是吃多了 就开始控制饮食 但是吃到六七分饱 也还是不见好转 逐渐还会有反酸的现象 而且开始会经常的胃痛 有时候疼痛难忍 就必须要吃止疼药了 但是后来就没有那么管用了 药物的种类也增多了 减胃药 养胃完 胃动力药通通吃着 王叔叔发现自己的体重 一直在下降 于是家人就催他 赶紧去医院看一看 结果一个晴天霹雳 让王叔叔后悔弯分 医生诊断出 王叔叔是得了胃癌